小S徐希替日前衍生台北一个品牌活动 讲到即将出席第59届金钟奖的心情都特别兴奋 今届小S就凭节目《小姐不希替》入围众艺主持人奖 虽然身边的拍档不同了 但她仍然很感恩可以凭自己实力入围 这次入围有再次激动 因为之前是康熙后来得了一次奖之后 后来就入围了很多 好像几次然后就没有人在理我们 但是我们就专心做节目 可是这次是我自己重新开一个节目 又在入围 所以就觉得哇原来我旁边不是康永哥 我还是有机会能够入围金钟奖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康永哥给你攻击一下吗 康永哥就是非常爱耍帅 好像不是很在意我的一切的行动 然后没有在follow我 或者是说你现在做这个节目就跟以前的康熙 就是谈话节目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可是我入围的时候 或者是有他听到朋友在夸奖我的节目好看的时候 他都会传减那个简讯恭喜我 那你有看完这次的入围的时候吗 对哪一个特别的觉得不简单 我是满希望派翠克可以得奖的啦 因为毕竟他就是以前一直以来都是 就是节目中的一个角色 然后或者是网络上知名的那个YouTuber什么的 然后他这次担当了主持人 然后就竟然第一次入围 我真的很希望派翠克可以得奖 虽然小S入围了众艺主持人奖 不过就由他演出的大赤道剧集单元 就无缘入选戏剧类奖行 他都觉得很可惜 他有幽默表示 对同剧另一单元主角贾正文 可以角逐事后而感到激气 此时是贾新闻入围 对 那天在那个肖静腾的婚礼上 我有看到他 你又不开心 很想拿酒破塌 其实我真正最大的遗憾是 此时此刻没有入围 那你今天喝醉才会跑去新衣区吗 那天是微醺 然后要回家 然后就经过那条街 我想说大家在干嘛 是在等着买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实在太好戏 我就把窗户咬下来 然后就要请一位年轻人过来 我就说 他就过来 我就说请问你们在干嘛 他说喝酒 我说喝酒 然后就喝了 就很开心 感受到青春年轻人的活力 由吴忠倩 KID 坤达主持的节目 仲藝玩很大 卖入十周年 倩哥将大队前往土耳其出外景 不过刚迎接女女出生的KID 就说有少少不舍得 说起臭女生活 已经有一个儿子的KID 就应该很熟手了 第一个就真的有下过功夫了 所以第二个就比较得心应手 美妹的日子很好 你看我很大十周年 对 然后美妹又是在10月10日 10点10分 十秒 真的假的 对 所以就是 你出婆妇嘛 对对对 所以今年就出门了 那有什么好炫耀的婆妇就是 也要排队 土耳其外景安排在 金钟奖颁奖典礼之后出发 虽然节目今次没有份入围 不过 倩哥就说一定会出席颁奖礼 除了因为他有其他节目入围奖 他还有一个不得得去的原因 金钟奖结束 但我们没有得诗心 因为我们没有得 对 哪来的诗呢 又讲到这个 又讲到这个 他一个人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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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几项 我入围好几项 几项嘛 你明明就知道 硬要说不知道 结果跟这两个衰鬼 被他们连累 最有希望得奖 结果没得 我们有人气奖 对 就人人看见我们都很气 但女儿打电话 听说你不出席金钟奖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说好啊 你试试看啊 听说是我女儿主持 对 那你一定得去 那你一定得去 太可怕了 回去回去回去 一定去 一定去 节目组预告 将会出书记六十年来的点滴 而且还会搞粉丝见面会 他每其名是说粉丝见面会 事实上是一个新书促销大会 现在因为节目做得很辛苦 但我们一趟路到土耳其去 很感心的 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连那个机票已经到了这个 哇 花几百万了 当然啊 我们人马那么多 可是其实我蛮想看一下新书 长什么样子 因为毕竟是十年了 感觉那本书应该跟字典一样好 因为他做的节目 每个都是十年以上 对 所以他就比较没有那么的 真的 像我们一样那么的期待 真的 我做的节目很少 低于十年了 对啊 好屌 好烧啊 对 所以我让他相当普通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三位主持身上的T-shirt 都有一个苹果图案 原来背后有个暖心的原因 这个鬼哥的logo 哦 是鬼哥的logo 它设计的 它是一个古墓头的感觉 所以是以后的衣服都没有 没有 我们已经鬼哥离开了 那年我们就开了 已经变上去 所以每件衣服上面我们都用 周吉沛 谭徽智 大马星梦歌手梁晨雨 陈宏兴 这一切齐作客音乐节目 G Music 吉吉和徽智多次合作 这次就在节目 选了哪谁这首歌做合唱 不知道在下个月开出的吉吉 会不会邀请徽智做嘉宾 再同台演出呢 我也期待更加多合作 不过今次演唱会 我就暂时邀请不到 因为为什么呢 本身有些想要更重要的人 要请在我的演唱会出现 不是说你不重要 只不过是 我明白了 是的 够了 你会开了很多场 我希望了 希望可以 有加强的话 就可以 我叫了所有中年好声音的 团队 我们的家庭 过来一起参与 过来看也好 什么都好 我都可以开派对 希望 那这次会不会 预告一些 有什么浸容呢 嘉宾就真的未能透露 是的 因为 但是我只要说 大家不要以为 我一定会只请女歌手的嘉宾 有机会和我有些关系 但是又 在我人生里面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演唱会是第三人生 其实我经历过一些 两次的 在这个行业里面 都不是很成功 那我就 当它是第一人生 和第二人生的阶段 而这两个阶段 对我来说 都是很重要 有很多的人 很想 多谢他们 都很想去 透过这个演唱会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次 节目集合中星 和声梦歌手同场 辉字同极的都对 声梦家族的唱将们 很欣赏 我们刚刚在这儿 Roc哥在这儿 刚刚和他聊天 原来他这么唱得 真是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又有主持 又唱得 真的全能 最近又见得 最近又见得 是 近望有多英俊 近望有多英俊 对 丸子 丸子就超英俊 丸子 丸子一定是很英俊 你也是 算了 不要搞我了 还有两位马来西亚的新闻歌手 对 反而是马来西亚那两位 我在宣传《中型好声音》 大马的参赛的时候 就和他们相识 也知道他们很唱得 因为马来西亚的选手 不用说 一向都很厉害 今次他们特意飞到香港 就参与这个节目 我还要知道他们将来 会有新歌 会拍MV等等 所以希望他们多些来香港 我们做多些Crossover 我相信这样 对大家音乐的路 都会有更加多的进步 梁神宇、陈宏昕 这次难得来到香港 就当然不止做J Music 他们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拍MV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就会推出自己个人的单曲 我自己的单曲的名叫 Lilian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首歌 是一首很轻快的R&B的歌曲 讲一对小情侣的甜蜜故事 MV都很特别 因为我们会去到大澳那边 就会拍一些很甜蜜的画面给大家看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去过大澳的 那就很期待 那个环境 是不是很漂亮啊 他们说 我也是会出一首歌 一首歌叫做 《最成熟的决定》 它是讲一对情侣中间 发生了一些好像比较忽略了对方的东西 然后又再有分手的一个故事 那么我们的趋劲是会在中环的 那会不会都很期待 在香港可以趋劲拍MV这个 会有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的第一首歌 第22届Cash金凡音乐奖颁奖礼 将会在下个月举行 这日记者会上 大会公布了10个奖项的入围名单 80岁的尹光 凭歌曲《Dear Myself》分别各组Cash最佳歌曲大奖 最佳旋律 最佳歌词 最佳编曲 更同时入围最佳男歌手演绎五强 面对林家谦 张敬軒 吴林峰 和冯允谦这么强劲的对手 光碧不知道又有没有信心 信心又没有 说真的没有 因为那些对手太强了 但是 无论拿到不拿到很开心 入围会开心的 是 上次戏七一样 都会入围五强 是吧 但是看下别人拿奖也很开心 志在参与 是 首次入围各组女歌手掌的何颜思 都说喜出望外 只不过颁奖礼当晚 她因为身在美国而未能出席 她都觉得有些可惜 其实我每年都有去Cash的伴奖典礼 但刚好今年有问题名去不到 都有一些可惜 但是 因为今次去美国 都有一个重要任务在身 就是 去一个关于天使综合症的一个议会 我们都希望可以除了认识多些人之外 就是带多些知识回来 可以帮到多些有罕见病的朋友 是 但是要留多久 在那边 我老公就留久一点 差不多留到年尾才回来 几个月 都两三个月 因为我们除了去做议会议之外 都会带儿子去美国做些治疗 那我就回来 所以她要在那边这么久 她就是 但是我先回来做一下 创作歌手雷心如Jerry 凭着创作歌曲 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 入围各族最佳旋律 和最佳歌曲 Jerry见到这首歌 有这么好的回响 她都觉得很鼓舞 这首歌 过都说了 是今年的神曲 哇 这样吗 其实你也挺开心 其中一个有品创作的单位 是 我记得这首歌 不知为什么有一期 是很多人翻唱的 我都觉得 为什么突然间 会有这么多人 好像传重这首歌 所以对我来说是挺惊喜的 坊间得到这么大的回响 这首歌 其实入围已经很开心了 是 觉得最后五位已经赢了 赢了 赢了 著名作词人潘惠元 就获得音乐成就大奖 而表扬他的音乐才华 以及多年对本地音乐界的贡献 得到外界的肯定 潘sir也很开心 第一是感受 我可能已经年纪够了 因为都是要时间累积的 什么都 我觉得是慢慢存回来 多谢大家的认同 一向来说都喜欢我的歌词 很难得 所以我也要多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和鼓励 四人男子乐队 Andy Styping 出道多年 第一次获得三个提名 他们都觉得很惊喜 有没有信心 信心 信心有 我们都可以进入 那就是大家困一下 没所谓 没所谓 因为进入来也是好歌 我觉得 所以最特别要多谢的是 有没有什么单位 多谢TVB 只有你们 会这样问我们 电视台找我们 十月最后一个星期日 到时我们会在TVBJ Music 也有个神秘嘉宾 希望到时大家会看我们